女人爱美是天性 就连娱乐圈的女明星也是如此 恨不得自己永远18岁 女明星们本来自身的条件就非常好 再加上平时比较注重保养 所以即便是四五十岁 看起来还像是小姑娘一样年轻漂亮 真的很让人羡慕啊 不过现实中的她们真的是永远不会变老吗 咱们来看几组照片就知道了 刘佳玲可谓是娱乐圈的大姐大了 一生获奖无数 而且平时刘佳玲给人的感觉都是非常的端庄 大气 自身带有一种女王的气势 不过卸了妆的刘佳玲 似乎和影评上换了一个人一样 双眼无神 皮肤松实 随意眨起的头发像极乐路边普通的妇女 不过现在的刘佳玲已经52岁了 能够保持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钟丽琪向来是大家心中的性感女神 如今嫁给了小子几十二岁的张伦硕 生活的更加甜蜜 每次出现在大众面前都是一连幸福的模样 不过离开PF的钟丽琪也是逊色的不少 身材发福 穿着也是十分的随理 和平日里的性感女神形象相差甚软 刘晓庆可以说是几代人的偶像了吧 如今已经62岁的刘晓庆 每次出现在大家面前感觉还是和以前一样 皮肤紧致 穿着时尚 身材保持的也是非常的好 而且年过半百的她还曾饰演过16岁的小姑娘 真的让人佩服 不过离开PF的刘晓庆 也则是把大家吓了一跳 满脸的皱纹不说 皮肤更会暗淡无光 这才是六十几岁的人该有的模样 赵亚之真的是很多人心中的女神了 欺败演的白素贞 至今让人印象深刻 如今已经63岁的赵亚之 依然活跃在银屏上 我们平时看到的她也是一副少女打扮 身材高挑 穿着时尚 袁卡和18岁的少女没什么区别 可是近看大家才发现 周恩一样没有放过赵亚之 要说女性当中名气最大的 最有气质的 巩俐应该是当人不让的一个 巩俐算不上最漂亮的 可是这是最有气质的一个 不过卸了妆之后的巩俐 也是选色了不少 皮肤暗黄 脸上也是暗淡无光 不过身材和气质依然是好的没话说 关芝林应该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纯天人的美女了 精致的五官 娇好的身材 真是现杀旁人 不过现在已经56岁的关芝林 也已经失去了当年的风采 脸上的皱纹也是清晰可见 看看刚出道时候的张曼玉 再看看现在已经吸引了她 感觉看到了张曼玉的一生 如今的张曼玉也已经慢慢变老了 只可惜如今已经五十四的她 在经历了几段感情之后 一人是大胜一人 在那个没有修图和美颜的年代 王祖贤的美是那么的天然 那么的让人难忘 但是在美丽的容颜 已经不起岁月的摧残 如今的王祖贤 已经没有了当年的美貌和气质 形象更是大不如从前 上面这几位被人称为不老女神的女星 你们觉得谁的差别最大呢